大家好,2023和2024年的考生 我建議大家多花點時間去Y1 Selection 貼題的邏輯是怎樣呢? 大家可以看看我現在列出了幾個MC 看看有什麼原機 大家首先可以看看在EF4課題裡的Parts Paper年份的分佈 我至今拍了兩條影片,現在這條是第三條 長題目是看Parts Paper出國,2014年出國,2019年出國 早年Parts Paper或2012年,有些課題是特別喜歡出的 原因是一些在會考沒有而是DSE有的題目會出得多些 所以Successions是一個,另外一些就是 那些負心能實實,Restration 即是功合作用、呼吸作用 中間的Claven Cycle、Clap Cycle等 那些是以前的會考是沒有的 早年的動機就顯示DSE的難度是提高的 不是像會考以前一樣的 但是那些題目是Parts Paper和JPP 另外一套一二一三年 那些出過之後,後面的年份出的頻率是降低了 Successions是屬於這一類 然後去到2014年,2014年才有一次 其實算是出得疏的 之後MC也出得不到 但是去到1718年開始,就開始出了兩條MC 1718年出了兩條MC 然後1919年就出了一條題目 然後20年沒有出 那21和22年各自都出了一條MC 那我今次主要會說幾條MC 我們可以看到它出的頻率其實是高了很多 就是近這五六年,其實除了20年之外 其實每年都有出 差點是出MC還是Long Crack 其實這個課題出卷的人 在他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其實是提升的 而過往,如果你一直看我的頻道 我都會和你分析了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出題目都是Long Crack 變MC、MC變Long Crack 那21、22年兩年都出了兩條Succession的MC 那接下來23、24年都很大機會是會出Long Crack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值得去溫習的一個題目 在這裏都和大家找一找一些Key Points 那我們就去到最後一例 按進去Succession的部分 首先大家要分析什麼是Primary Succession 即是原生演體和Secondary Succession 次生演體 Primary Succession 就是開始的時候那個地方是完全沒有生物的 一般來說,另一個說法是沒有一個土地 即是沒有泥土 例如是火山爆發之後 然後就形成了一個新的陸地 或者是冰川溶化之後 本來是有冰蓋著可能幾百年 然後現在就暴露出來 可以有一些植物在上面開始生 那就是常見案例這兩個 然後就譬如可能是 這個一會兒會再說 即是有一些Abiotic factors的變化 或者一些Graph 即是有一些圖表會出現 一會兒再說 那Secondary Succession 就是原本那個地方本來就是有一個Ecosystem 然後發生了一些重大的Disturbance 一些干擾 例如是你開發了一個農田 然後廢棄了它 或者是斬樹斬到光滔滔 或者是水浸、山泥、傾射等等 那這些都是Past Taper出現過的一些案例來的 那第一個重點 你要懂得分什麼是Primary Succession 原生演態和Secondary Succession 此生演態 那接著呢 另外一個Keyword 就是一個Community 有一個叫Pioneer Community 即是先鋒群落 那它就指在那個地方 第一個 就是恢復生態 又或者是 如果是Primary Succession 本來是沒有的 又沒有到有 那第一個在那裡生一個Community 那一般來說 如果是Secondary Succession 就是生得快的 一般就是紫草 那如果是Primary Succession 即是原生演態 就是在石頭上都可以生到的 一般就是很乾旱 沒有什麼泥土都可以生到的 那一般就是一些 例如是Lincol 即是地衣 又或者是 一些Mose 即是一些閃台植物等等 那另一個Keyword就是 Climax Community 就是頂級群落 那頂級群落 那頂級群落就是 它一直在Succession 經過了幾個階段之後 它去到最後一個 就是 它很穩定的 沒有下一個Community 就可以取代到它 那譬如一般 講得最多的例子 就是Forest 就是森林 接著呢 就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就是答題方面 要注意地方 第一個就是 你要留意那個 這個Dominant Stitches 優勢或總的改變 那如果是Succession 很多時候就是 有些草 然後就是一些 矮的樹 灌木 然後變成一些高的樹 蠍木 那些Password就出過 另一個重點 就是 隨著時間 有些什麼 Abiotic practice 譬如是 可能是 Nitrogen 即是淡的含量 那跟Nitrogen cycle有關係 或者是地面那個 有多少陽光照射到地面 Light intensity等等 然後呢 第三個重點 就是 這個就是整個過程中 除了那個Abiotic Factor 那些轉變之外 就是它的Bio Mass 或者它是整個System 它可以Capture到 整個Ecosystem 那些Producer 那些生產者 它可以Capture到的Energy 其實是越來越多的 那些就有把Vgmars 也會增加了 那然後 那些 prueba Occid 生物多样性 随着物种的增加也会增加 然后它们会一起成为一个更复杂的食物网 越复杂就越稳定 也会增加 常见的按例有时焦点会是耳朵 cycle 有时焦点会是耳朵 intensity 这些都是以前由NFO到现在出得多的按例 这个部分就先跟大家翻译一次 接着还要跟大家看看Parse Paper的NC 好像一百年一条 刚刚跟大家翻译完 大家应该会知道答案 我将答案放在下面的描述 大家自己看完就自己对 我不再解释了 然后就是17年这一条 有1和2 是一个biodiversity 就是生物多样性 随着时间一边 有1和2两条curve 叫大家分哪个是primary section 或者是secondary section 原因是什么呢? 刚刚刚的温集都已经包含了 我又将答案放在下面 大家去对 要提一下 要提一提的就是一个 就是一反三 这一提的Graph 就是Y axis 是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 随时的变化 但其实它可以贴其他东西 做scale 例如Bound Mask 或者Satability 拿到多少Energy等等 它全部都可以换的 但理解的 理解的题目 理解的Graph 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譬如我们看看Practice Paper 那条题目 也是有这样的Graph 那它这次的Y axis 就是泥土里面有多少Nitrogen 所以其实那个Y axis 它可以任意放一个相关的 Abiotic Factor 都可以的 那大家就 取经应变了 要执生了 那接着呢 就22年的第八条MC 那这个如果作为一条MC 那你要慢慢看一看 它是五坤烂的 那我一会儿都会说个答案 那但是你要考虑一个因素 就是 那你现在大家看东西 你都不是考虑2年那份卷的 那它之后 2,3,2,4年再出 它可能变Long Quartet 那你就要做多一点 你是要吸收了 消化了这类内容之后 你有能力 根据那些字 你回答一些key terms 那才能够答到Long Quartet 那这里呢 它就提到一些concept 其实跟Carbon Cycle 或者Nitrogen Cycle 就是碳循环和淡循环 是有关系的 那都很简略地和大家看一看 那譬如Carbon Cycle 那这个图就是这样 有一堆的箭嘴 然后大家就需要知道 每一个箭嘴有什么意思 譬如是这样 每一个箭嘴都有意思 那接着呢 还有就是Energy Flow 能量的流动 究竟有哪几种 有哪些关键的角色 这个就是一些不同的角色 其他影片那些也有详细用的 那接着呢 那后面那些就是 就是Producer和Di-composer 有什么重要性 那这里其实 跟AmC里面 也有些描述 是跟这里有关系的 好 那下一个就是Long Quar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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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连着Cycle 最确的部分 就是有什么角色 通常是什么Bacteria等等 或者是什么物质 那答案就是这样 那右边那个就是加强版 有左上角的其他角色 那就是会一直令到 Ecosystem里面的Nitrogen 是越来越多的 那就是有一堆这样的角色 那就是Nitrogen Cycle 是问得多一点的 所以里面相关的marking 大家要认识的就多一点的 最后这两个图是Paper 2 Paper 1 就应该不会问的 不过很多同学 Paper 2 都会选择E2 都可以找找这个部分 这些图 那我们来看看 第二年这条MC 那第一句 如果我们要想一个Terms 去描述那句话 应该 有哪一些的角色 它是会 Break down rocks into soil particles 就是会把岩石分解成土壤果粒的呢 如果大家要想一个Terms 大家应该来答什么Terms呢 那就开顾了 答案应该是Pioneer Community 应该是先锋群落 例如里面有一些最常讲的就是Lincol 第2 那里面因为是一些Algae的组类 和真菌分解的结合来的 那它们就是会深入它的岩石的洞洞洞洞洞 那里 慢慢会变得小一点 再吸一下水 再吸一下一些有机物掉下去 那它慢慢就变了泥土 那接着呢 B 将泥土里面 以死的有机物清除 Remove that organic matter from the soil 那这个就 最近磅的答案应该是Dimposer 分解者 但我们一般是不会用remove 清除这个字 我们会用Break down的 因为它不是变魔术 那就是什么魔法阵 突然声音没有了 不是这样清除了 它是将它变成 通常是将里面一些organic matter 变成inorganic matter 那就不会 通常就不会用清除 是用decompose 分解的 那之后呢 C又比较简单些 C呢 就是 和carbon sower有关系 那它就 其实 无论你是decomposer 也好 Consumer Producer也好 那你都是会 做respiration 那所以这个答案 这一 符合C的discussion 应该是呼吸作用respiration 那它就产生carbon dioxide 就将它release回到emmosphere 就是釋放回大气里面 那最后呢 这个discipline 就是很符合decomposer 和分解者的角色 那一般 这句话 我们就会 讲的nitrine cycle 淡循环的时候会讲的 那所以这题呢 那你看看哪句是讲得最好 就是描述decomposer 描述得最好呢 那当然就是Dock 答案 那然后呢 看回21年的第32条MC 那呢 就讲一个primary successions 就是录地上的那种 就是录地上的那种 讲得最多那种 那呢 以下哪一句是incorrect 是不对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刚才呢 都跟大家玩过的了 那譬如 第3个keypoints 这些东西 那应该答案都简单的 这些东西 就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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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形成了一個森林 去到地上的光強度就低了 因為上屋的樹木遮住了 下面的草會比較難生 所以覆蓋的百分比就低了 剛才的情況是關火之後 即是它在問Secondary Succession 如果它在同一條題目問Primary Succession的圖會怎樣 我們可以在一個階段 有些草會又關火不到便可以關火 因為Primary Succession可能是由石頭開始 石頭的草都關火不到 然後草關火到差不多 慢慢的那層泥越來越厚的時候 就可能樹也關火到 現在看到的綠色線和藍色線 基本上就是跟剛才我們講的14年 那條題目的Data是一樣的 如果我們加上一個Long Vascular Plants 就是非維管束植物 它就應該是再比起草是在上一代 即是在Succession時代 再早期一點的Dominant Species 即是再早期一點的一個優勢種 那條Curve就應該是一開始就升得多些 但是也不是升得很高的 因為始終石頭的環境都惡劣 但是慢慢的泥越來越厚 生到草之後草就會主導了它們 那它們的數量沒有開始的時候那麼多 那Vlograft就是這樣 然後可能是這樣出 那之後如果真的出了的 它還有其他問題 那大家剛才有溫輸的 那溫了就把那些Points砌回去 那應該都ok的 那就有個把握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